深圳人离婚又刷屏了 似乎这一次技术性更高了 近日 两则关于深圳人离婚买房的消息飞满天 一则是关于深圳人为了买二套房 在南山区民政局大宇天排队离婚的消息 后来南山区民政局辟谣 当天是9月9日谐音象征天长第九 为每年结婚登记的高峰日 另一则是深圳离婚三年内 不再追溯离以前家庭名下拥有房产套数的消息 后来官媒求证 得到的答复是政策没有调整还是原有的 虽然最后官方都辟谣了 但不可否认 深圳人民的离婚又让大家对房子充满了遐想 最近深圳的市场可以说是暗流涌动 在认房不认贷后 作为市场温度反馈最快的二手房路得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上周二手房路得量超过了800套 环比增长26.4% 这还是在深圳9月7至8日受暴雨侵袭 导致内涝影响出行的表现 如果排除深圳天气影响的原因 路得量相信会更明显 2020年楼市火爆的阶段 7.15政策出台后 虽然夫妻离异的 三年内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但深圳人民发现可以通过离婚 把房子过户给没有买房资格的一方 然后自己再买一套 从而避开政策的限制 于是当年假离婚买房一度登上本地热搜 官方不得不在2021年2月10日 对假离婚买房的漏洞打上补丁 婚内转让房产 给没有买房资格一方后 离婚再购买一套的人 三年内不得在深圳购买商品房 包括再婚或者复婚 现在楼市虽然处于冷静期 官方也辟谣排队离婚和买二套房没有关系 但以深圳人的灵灵反应 怎么会想不到办法 尤其是在深圳已经明确执行认房不认贷加降存量房贷政策的情况下 这两条政策组合权 除了汇集卖一买一的本地改善群体或者外地置换深圳群体 以深圳人民的敏捷 不可能发现不了盲点 离婚可以降房贷利率 有人对深圳人民离婚的操作做了简单的分析 比如夫妻已经有一套房 打算再买第二套 那么离婚变成手套房 再买的房可以享受手套房首付加低利率 再比如夫妻名下有两套房 都是按揭贷款买的 离婚后变成一人一套 就符合降存量房贷利率中手套房的要求 可以享受降房贷利率的政策 前提是只需要离个婚 把房产分割一下便可 所以如果要问为什么深圳人离婚 总和房子有关 只能说深圳人民实在太聪明了 脑子总比其他地方赚得快 每次楼市有新的政策 深圳人民都能抢先一步 想到绕开限制的办法 虽然官方已经对深圳人排队离婚的理由 进行了辟谣 但和深圳人离婚相关的一种说法也火了 网上出现一则帖子 认为深圳人离婚不是为了买二套 降房贷利率 而是为了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套现 还有网友剖析更深层的原因 认为深圳人离婚 目的不是买房 而是为了避免房价下降资产缩水 为了明确房子产权归属 避免因为工作收入不稳定出现逾期 导致所有家庭财产会被司法冻结或拍卖 至于具体的操作方式 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们也给出了说法 一离婚 房子通过贷押过户转让给老婆 老公净身出户二 老婆把房子卖给老公三 老公以最低首付买房四 银行把房款打给老婆五 老公向老婆低价出租二十年 选择一次性收取房租六 老公将租金赠于老婆 选择逾期房贷期 银行收走房子法拍 按照这个方式 因为网友还做了个假设 套现多少钱 比如五百万左右买的房子 如果丈夫借二百首付 一千二百万的总价 从妻子手里买过来 再向银行贷款八百万 然后妻子拿二百万出来 还掉丈夫借的二百万首付 即可套现一千万 乍一看 这样的方式 似乎确实能做到债务一个人扛 不影响妻儿老小 但在鲨鱼看来 提出这种做法的人出的是损招 这种套路 看似和许多老板做的技术性离婚 有异曲同工之处 实际上风险极大 操作到最后 未必真能如个人所想 提前和家庭划清关系 首先银行放贷 一直有风控部门把关 对个人的资产流水了如指掌 有明显的关联交易 也非常容易察觉 其次 断工后如果成为老赖 不仅公司经营受到限制 银行卡被冻结 普通工资转账 也无法收取 甚至有可能连最简单的共享单车 都无法扫码骑行 简单的生活都会受到限制 有可能会触碰到贷款诈骗 或者骗取贷款的问题 正如经过肖雄之一海豪 情理主角所说的经典台词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而这还只是 大家所能看到的表面风险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把房产抵押给银行套现 最终考验的是人性 考验的是夫妻关系 正如网友所评论 到最后老婆卷钱卷铺盖跑路了 该怎么办 深圳开始认房不认贷 已经有人准备离婚了 早上八点半 深圳民政局准时放出了 15天以后办理离婚的预约号员 早就在电脑前蹲守的明女士 幸运地抢到了9月20日的号 她是这两天才动了离婚的念头 为了买房 今天9月6日有中介告诉她 深圳已经有两家小的商业银行 可以办离婚单身的低首付 如果是真的 离婚后她至少可以少出200万的首付 这是一个过去很多年楼市的常规操作之一 假离婚 最近深圳方间一直在流传 将取消买房时 对离婚时间的限制 她准备先离婚 把名额空出来 离婚的号这么难抢 是她没料到的 不仅是她所在的区 凤凰 微可以地产连续两天多次浏览发现 深圳全市各区的离婚登记申请名额 在近15天内 几乎都没有预约号 民政局的官方解释是 离婚的号一直比较紧张 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一名在新政前成功预约了离婚登记的深圳市民 却顺利的夺 我是8月18日预约的 8月23日就去办了手续 抢在北京和上海前面的深圳 落实认房不认贷已经过去7天 新政发布后 深圳的市场热度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劲爆 新房到房量和二手房代看量出现回暖 个别楼盘也发出了销售喜报 但整体的热度明显弱于预期 离婚男预约 让很多人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离婚奶房 是否只是个案 涨价一夜由深圳的市场 确实已经开始化冰了 占成交大头的二手房方面 深圳中原数据显示 政策出台后的首个周末 深圳二手房实际成交量 比上个周日8月27日增长100% 新房的实际成交量在9月3日创下今年最高记录 8月30日 深圳发布的官方文件仅明确了 无房情况下可以算手套 不追溯贷款记录 但没有对离婚单身的情况做出详细解释 从8月31日起 就有传言银行即将放胎离婚买房 即离婚不再追溯三年 按线婚姻状况 家庭成员成套住房标准认定 还有传言称连前配偶的信息都不看 深圳最先对离婚买房做出限制是在2018年 根据当时的文件购房人离婚两年内申请住房商业贷款或公积金贷款的各商业银行是公积金中心按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70%之行 无房无贷款记录首付30% 离婚前家庭有一套房首付50% 2019年深圳唯独假离婚炒房现象规定夫妻离役之日起三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 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役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如果离婚时间不限 一个家庭里通过离婚就可以马上腾出一个手套名额 在认房不认贷政策的影响下 购房者的资金门槛得到进一步降低 与此同时 很多人想到可以通过离婚的方式来享受手套房的三成首付比例 查看深圳各区的婚姻登记所预约可发现 全部爆满 无法预约 此前 深圳购房政策要求 夫妻离役之后 任何一方自离役之日起三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 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役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现在 深圳优化购房政策后 规定离役三年内再婚或复婚家庭购房 按照现有家庭的房产套数计算 不再追溯离役前家庭名下拥有房产套数 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深圳的购房政策 只是优化了离役三年内复婚或重组家庭购房资格 若任意一方有购房资格 且新组建家庭房产未打两套 即可再次购房 不受离役前家庭名下房产数影响 那些离役且未组建新家庭的 购房资格仍按照原先的购房政策进行 所以说 通过离婚 获取三成首付比例是行不通的 至少要等待三年 正因如此 网上那些说着 深圳家庭为了买二套房 都在排队离婚的 也被官方辟谣 好 好 我们 fin吧 好好好 感谢观看